提一下 比如说你今天 如果要取的是 呃 假设单数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总1到93 但是我只要单数的话 那单数有几个方法啦 所谓的单数就是 如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如果什么情况呢 如果它除以2能够等于1 意思是它不是整除 如果等于1 表示说 1 过来 1 除以2 于多少 于1 3 除以2 也是于1 所以也就是单数部分要加总的话 那我们几个做法 当然第一个做法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加个if if 逻辑什么 if i 然后呢它怎么样呢 persons 是求于数 2 等于 1 的时候 冒号 然后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不能够让它平同一阶哦 你一定要让它按tap 意思就是说 当它这个条件为true 才帮我累加 如果它不为true 那就不累加 ok 这个叙述应该可以看懂吧 ok 蛮多工作 其实蛮多的程式就是这样写的啦 你就要清楚啦 反正最重要以后啊 程式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回圈 第二个逻辑判断 其实哦 光是两个 大家理会的话 很多工作都可以处理完毕了 比如像这边要改成 如果是单数才加 双数不加的话 大概可以看得懂吧 加这一行而已哦 那最后记得把这边再往后一接哦 tap 这个 那我发现当时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写过程式的话 还比较没有这种阶层的概念 那python是强制一定要加 如果你写VBA的话 你没有 我是建议啊 VBA不强制加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慢慢养成习惯 为什么 因为你那边加了像我以前那边一定加 即便它不要求我以前加 所以过来这边写我就很顺了 为什么 因为根本都是一样的道理 两边可以相通的 那即便像这个东西啦 你将来要在VBA里面写的一样 他写来写去也都差不多 那最后的话把它print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单数的话 你可以看到2500 就1加到99的单数 但是呢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更简单一点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方法二 刚刚不是有跟各位讲过 这边不是有个step 你的逗点怎么样 其实更简单的方法加个逗点二 有没有 逗点二就不是13579 所以有的时候每个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记得那边有 那我就加一下 那有时候习惯就会想要逻辑加一下 那当然结果会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把这边把这个注解掉 Ctrl加斜线嘛 然后记得这个要把它back回去 因为你说牌不能增加 你一接就好 你不能一接再一接 那他就乱掉 所以这边把它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结果也是2500 不会有不一样 只是说了我讲过了 真的标准参考 每个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最后的程式也会不一样 但是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哪一种写法最精简 我都写那一种 你不要没事 可能有很多种 但是你没事写一个最复杂的干嘛 表示你程式很厉害嘛 但不见得 最厉害的人就是 同样的东西人家就写个几行 或者是说几个叙述就完成 但是比较菜鸟的啦 看得出你怎么写成这样子 因为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掌握最精简的部分 所以我程式尽量就是说 越短越好 所以就少一行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程式最好是逻辑越简单越好 不要太复杂 像是呢 其实后面 我要讲到说 其实还可以用什么 break 跟continue做叙述 不过这两个东西 其实就是做那个 假设你回圈里面 你已经跑跑跑 跑很多了 跑都差不多了 好到了 你要 跑一半 就让它跳离的话 你可以用break ok 那continue是说 这个不是你就跳 continue应该叫跳过的意思 跳过这个叙述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部分 我觉得尤其break很常用 但是continue 我自己是很少用 ok continue的话 感觉好像 就非常好 但是它有这个东西 至少要知道一下 比如说break是什么 假设我们今天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呢 我这边叙述 假如说我是让它一直跑 但是我让它多跑很多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它是这么多清单 可是这个清单里面呢 我大概找到中间那个部分 我如果找到 我就让它跳离了 我不用找到了 我干嘛还要再跑到最后一个 所以如果中间已经做了你要的事情了 那你要强制让它跳离 比如说像这边 我把它改成1到199好了 有没有 200嘛 就前一个199 那我希望怎么样 这边的话 一样是单数 我们用这个 Snap 2好了 那我如果说今天 我希望怎么样 它跑到那个什么 跑到 那个值有没有 当我I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给I叙述了 当I这个值怎么样 他如果因为他会一直帮他加2嘛 13579 加到99了 那我就怎么样 就离开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叙述就是 那你特别是要慢慢熟悉 就是说你要知道该加哪里 也就是在这边你要强制加一个 那条件先给他 当怎么样 当I怎么样呢 大于什么 99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他大于就要100嘛 到100的时候呢 你就让他强制跳离 所以呢 特别是说这边逻辑判断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加一个break就好 你打一个b啦 你以克里布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地方 就是很懒 懒人真的很喜欢 为什么要打一个b 他就break出来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跳离了 意思就是跑到 不用等到跑到200 跑到99了 然后100了 有没有 他就直接break跳离了 但是记得哦 这个时候呢 你的上 一样也是在这一阶 你不要没事又把它往里面这一阶 那里面这一阶的话 那就麻烦了 因为他就不会累加了 他永远不会大于左右 所以永远不会累加 break又跳离了 所以最后输出print应该说 应该多少 这个结果呢 就零嘛 因为他根本不会动嘛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条件哦 假如说不会成立的话 那他永远都这样 都不会进到这个叙述里面嘛 所以最后又break了 那所以这个永远都没有加的机会 那最后再执行这边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零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所以这边的话记得哦 那所以这边的话记得哦 你一定要放在外面 好 我们来试一下 那一直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 一直加嘛 加到一百个就跳离了 所以加到九十九 我们试一下应该是 结果的话哦 应该也是两千五 没错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啦 那另外的话continue continue就比较少用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什么叫continue 因为在C、C++、Java、Python都有 所以其实都一样的东西啦 所以你学会这个 你再去学别的 应该也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边的话continue是说 跳到、跳过啦 其实它是叙述有点比较是文言 比较文言文一点意思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希望怎么样 希望能够 假设也是一 一加到九十九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基数部分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如果当它的这个什么 除以二整除的话 除以二整除 那我就跳过 continue是跳过它哦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可以改写 假设我今天要把那个部分 改成continue的话 一一样我这边把它改成 一加到九十九 二的话呢 如果我当什么呢 我要基数部分用强制 用那个continue来写的话 就是如果 i这个值 它怎么样呢 person 这个二等于整除的意思 整除的意思 然后我就怎么样 我就跳过 跳过的话呢 就是continue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加一个continue 你打一个 我觉得那个equilibus 真的很方便 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未来 你们考试的时候 又会是另外一个环境 可是equilibus 不过之后我会再讲 他没有提 没有那么方便的提示 因为刚开始教我 我还是希望你们先用这个 会打得比较舒服 但是慢慢的啦 因为那个环境比较 没有那么自动化 等到你 不过你那个部分也要再练一下 我想应该这个进去那边再做 应该也很快 那就continue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它意思是说 如果它是整除的 表示说它二四六八十 continue就是 就不会去执行下面这一行 意思就是 这continue 我觉得中文意思应该跳过的意思 跳过 好不执行下面这一行 ok 但是怎么写都觉得有的时候用continue就是不顺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话 如果你用 你至少知道 那以后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 转出程式来也ok 只是说啦 我讲过啦 我的逻辑尽量越简单越好 因为跳过有时候感觉 跳过 就觉得有点不太顺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输出有没有一样 执行一下 看一下 也是两千五 ok 所以 刚刚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 我们刚刚有用了 ok 这是逻辑判断 这第一个嘛 第一招 所以当它等于一 直接放这个逻辑 ok 就是 除以二于一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 斗点二 就不用加这个 这个要往前 第二种 第三个方法就是用 那个 break break break的话呢 就是跳里了 不过这个break是 我们一样一加九九 但是这边可能就用那个 痘点二好了 就加这个break 当它上面这个条件 为true的时候 就break掉 这个break呢 其实 跟坏违圈搭配的机会最大 break 因为 如果你坏违圈 进去之后 它这个条件 中间如果发生 way true 它就跳里 也是用break 所以break 对于那个 违圈里面相当重要 有点像那个 for违圈有点像油门 踩下去了 那你要刹车的话 就是break break 刚好也是刹车 break 让它停下来 不然它会一直冲 一直冲 就无穷违圈了 对吧 就像现在电子 那个车子变 都是那个电子化 有一个缺点 因为如果 那里面也是写程式的 如果那个程式是限于 无穷违圈 就是突然那个东西 那个条件不出来 那有的时候 会是因为你的机械 可能那个机械磨损了 那磨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可能那个 那个条件就不出现了 就没有break了 所以国外有曾经发生 那个电子控制的车子 突然完全失控 油门呢 你怎么去停 它就给你踩全油门 然后刚好那个刹车也是电子控制 那个电子讯号又突然没有了 所以那边你踩刹车 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即便有了 可能油门也是踩到全油门 然后就一直冲 一直冲 好像是美国的一个 新闻一台L的那个汽车 然后突然就打电话 给那个911 他们是119就911 然后跟那个奖 录音下来 他说 这样我完全没有刹车 在高速公路上面怎么办 他说你先冷静先冷静 然后怎么冷静 然后一直开一直开 开到时速已经200了 可能挺多200多了 那最后呢 一个转弯失控 就撞了嘛 对 那其实也是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它可能陷入无穷灰 那电子东西就这样 无穷灰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 让那个控制更精确 也许还要再加一些逻辑 让它 所以慢慢 现在的汽车好像 就是说 叫做刹车优先 所谓刹车优先 就是说你油门再怎么踩全油门 我如果刹车踩下去 油门就会失效 这样好像感觉比较合理吧 不然的话 有人就是为什么会爆冲 有没有 就是油门它踩到 它就变成说 它其实不是它踩到底 是因为它坏掉了 它变成全油门 但是这个时候你踩刹车 因为油门 那个油门力道太大了 你根本踩刹车 它根本也停不住嘛 所以它有一个叫 刹车优先的系统 就当你刹车踩到底了 那油门就完全会失效了 这样感觉会比较安全吧 不然没事突然 爆冲也蛮恐怖的 油门突然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有点关联性 我觉得有时候你在做 那个逻辑控制的时候 可能要想的比较长远 所以这里break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continue continue是在这边加一个 让它整除的时候跳过 continue 我讲过啦 continue你可以再知道就好了 不练习也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平安一样 它很少用到 好OK 上面先好你就会试一下 那有很多种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1加到99方法很多 但是你要想一个是逻辑最精简的 而且也比较能够符合你这个程式run的那个顺畅度 所以这部分的话方法很多 请各位试一下看看 也就是未来症状考试的题目啦 其实说真的答案绝对不是只有一种 好 那你应该要记哪一种 我是建议 一定要是你熟悉的方式 你不要是硬背的 最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那个你想出来的方法 以后的话你在考场上 你绝对不会忘记 因为那是你非常熟悉的东西 那你考起来就会非常顺手 千万不要用背的啦 我觉得程式要把硬背起来 真的是有点困难